接下來我們帶來看到有民眾緊急用手機拍下了龍捲風襲擊當時的畫面 你看到這個當時龍捲風呈現的是一個倒三角的漏斗形狀 而且不斷的來回捲動 只見了旁邊的大叔我幾乎就快要被連根拔起 那麼這場龍捲風已經是近年來白河地區的第三次了 那麼曾經發生有貨車司機連人帶車被捲起兩層樓高之後 又重重的被摔了下來 接下來我們就帶您直擊現場 民眾拿手機錄下風雲變色的那一刻 白天成了黑夜滿天烏雲 突然出現倒三角形的漏斗雲 龍捲風上下不停快速捲動 瞬間捲起的強大風力 把一整片大樹吹得左右劇烈搖晃 差點要連根拔起 一直跟蠻的起床 一直跟蠻的起床 很大 像人家在蓋櫃就放了 蠻的 蠻的 櫃而已 龍捲風未立驚人可以把木造房子瞬間摧毀成平地 木塊全捲到半空中 氣象戰偵測到台南白河龍捲風發生當時最大風速每秒20公尺 超過8級的陣風已經達到可以把人整個捲起來的地步 台南不止一次發生龍捲風 96年4月和8月也接連發生過三次 最嚴重的曾經還把貨車司機連人帶車整個捲起兩層樓高 台南地區怎麼特別容易有龍捲風 氣象戰說因為台南地形平坦 海面上旺盛的對流移上陸地時最容易往台南方向移動 再加上不穩定的封面影響讓台南居民一再經歷 猶如電影場景的可怕經歷 中天新聞賴慣張包經營SNG小組台南報導